減年持續偵辦金華城案 時任柯文哲進總財務長 以及眾望基金會董事長李文綜 被違背職務收賄等罪 生涯獲准 前科辦社會 立組長徐慈村爆料 李文綜就是高高在上的李董 徐慈村指出自己在進辦 很少看過他 當時做財務工作的 是他的包妹李文娟 前幕僚也指出包含設立木客公司 與眾望基金會都是李文綜的點子 李文綜雖然掛名負責人 但李文綜是實際操盤手 我也不曉得他說了什麼話 面對質疑黃國昌沒有多談 但立委認為李文綜的狀況 柯文哲必須全權負責 不管是民眾黨還是木客公司 還是柯文哲的帳戶問題 他跟李文綜的關係 我們也知道相當的密切 那不管李文綜跟民眾黨 有什麼樣的關係 其實大部分也都是柯文哲授權的 所以李文綜的事情 我想柯文哲必須要負責任 李文綜已經被開除了 對 所以說這個 他還是前案已經不是我們的黨員 要公開呼籲就是說北檢 有多少證據就辦多少事 那我現在在這裡 非常負責任的跟大家報告 我完全不知情 李文綜與柯文哲相識50年 從北市府北捷進總到基金會 都有他的位子 如今被羈押境界 也讓完全不知情這句話 顯得格外諷刺 3D新聞綜合報導